轩问小六,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血流不止 小六用手指在他的伤口上沾了血,放进嘴里尝着 轩看到他的动作,心头急跳了一下,盲稳了稳心神 小六说,估计冰晶里有东西,冰晶融化后 那东西很快就散在伤口四周,阻止伤口凝结 物成眼巴巴地看着小六,会是什么东西 我用了各种灵药,都无法止血 小六说,我也不知道 物成颓然,几乎要破口大骂,却听小六又说 但我知道如何清理掉那些东西 什么方法啊?物成满面急切 一切阴暗都会在太阳前消失,蕴含了太阳神力的汤谷水 至纯至净,万物不生,不管那是什么东西 用汤谷水洗涤伤口都肯定能洗掉 汤谷水难以盛放 之前带的一些已经用完了 汤谷远在千万里之外,一路赶去 血流必定会加快 即使以现在的血流速度 主上也根本坚持不到汤谷 小六对宣说 我有办法能让血流变得缓慢 只是你恐怕要吃些苦头 轩微笑,别卖关子了 在你伤口里放入冰晶,用冰晶的极寒之气让血液凝固,血流变慢 但那可是千万年寒冰孕育的冰晶,你会非常冷 只要能活着,冷有什么关系 但冰晶哪里能有 这种东西藏在冰山中,肯定很难获得 拥有的人肯定很少 悟成想到清水镇上有个人肯定有 自己都不相信的低声说 去找防风是要 没想到小六赞同的说 对呀,就是去找他们 不过不是要,而是偷 偷 小六站了起来 对轩说,你躺着别动,群殴去去就来 轩盲说,我派两个人和你一起去 小六笑道,我是去偷,不是去抢 轩缓缓说,虽然你和屠山景交情非比寻常 但那只是私交 在家族利益前,私交不值一提 其实,这是我的事,和你没有关系 你不必,如果不是你体内的骨 这件不见得能射中你 此事本就因我而起 怎么能说和我没有关系 好了,别废话了 我走了 小六冲出屋子 快速地翻上院墙 跃了下去 小六一路急奔 来到了仅现在居住的宅底前 他上前敲门 有仆人来开门 小六说 我是回春堂的医师文小六 求见你们二公子 仆人拿眼角扫了他两眼 不乐意地去通报了 不过一会儿 两个婢女就来了 非常客气恭敬的行礼 小姐听闻是您 让奴婢先来迎接 公子和小姐随后就到 不敢 小六随着两个婢女进了门 沿着长廊走了一会儿 一个穿着水红夜帝长裙的女子 快步而来 走到小六面前 连刃为礼 当着仆人的面 他不好直说 直说 直道 谢谢你 语气诚挚 微微哽咽 让小六充分感受到 他心中的谢意 小六作一 小姐请起 起身时 借机仔细看了一眼 防风小姐 即使以最严苛的眼光 去打量他 也不得不承认 这是一个资容一态 俱佳的温婉女子 让人忍不住心生怜爱 小六暗问自己 轩胸口的那一件 真会是他设的吗 如果是他 他为什么要杀萱 香柳和他 又有什么关系 小六心内思绪万千 面上却点滴不显 笑问 请问锦公子呢 防风小姐道 已经派人去通报了 我是正好在前厅处理事务 提前一步知道 所以立即迎了出来 只想亲口对你道一声谢谢 小六忙道 我和锦公子很熟 不必多礼 我直接去他那里见他就行了 一旁的婢女都鄙夷地看了小六一眼 防风小姐却丝毫未露不悦 反而笑道 可以 防风小姐在前领路 带着小六去了景居住的小院 也就是小六曾养伤的地方 景已经从东院子里出来 正急步而行 看到小六和防风异应并肩而来 防风异应款款笑谈 小六频频点头 画面和谐地让景觉得刺眼 异应看到他 停了步子 温柔地解释 六公子说是要直接来见你 所以我就带他来了 小六冲景笑 我有点私事麻烦你 咱们进去再聊 景说 好 他转身在前带路 异应走到他身边 小六随在他们身后 景停了停步子 异应也立即走慢了 小六索性装粗人 直接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 东张希望 哈哈笑着 这墙角的花叼得可真好看 那是什么东西 防风异应柔声解释着 小六边听边嘖嘖称叹 带走进院子 小六继续保持 什么都没见识过的香巴老样子 东张希望 院子里各种各样的鲜花都开着 茉莉 素心 剑兰 摄香腾 朱景 玉桂 红娇 都婆 詹博 他正愁愁 思索着 怎么才能在不惊动 防风小姐的情况下 找石漆拿到冰金 就听到景对防风小姐说 异应 你回去吧 我和小六有话说 小六心中想 异应 倒是个好名字 防风小姐脸上的微笑 好像僵了一下 随即又笑起来 温柔地说 那我先去厨房看看 让他们置办韭菜 款待六公子 防风小姐对小六欠了欠身子 退出了院子 景看着小六 小六低着头 他那样子 能瞒过防风小姐 却瞒不过景 景温和地问 你在找什么 小六试探地问 我想问你要一样东西 景毫不犹豫地说 好 小六问 不管什么都可以吗 但凡我有 你皆可拿去 若是我没有 我帮你去寻 小六抬起头看他 我想要一些冰晶 景立即叫来静夜 低声吩咐了两句 静夜匆匆离去 景没有问小六要冰晶做什么 只是沉默地看着小六 双眸犹如黑色的暖玉 洋溢着温暖愉悦 似乎对小六肯 找他要东西很开心 轩提醒了小六 觉不可相信景 可小六总不相信 时期会杀人 小六忽然鼓足勇气 说道 我 我想 景微微地身子前倾 想听清楚小六说什么 他身上的药草香 萦绕住了小六 小六想后退 景抓住了他的手 你想什么 小六顺时就要抽出自己的手 景不让 更用力地握住 无奈 他只能低头 看着自己的脚尖 低声道 我想请你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要伤害萦 如果条件允许 请你尽力多帮帮他 景轻轻地叹了口气 好似失望 又好似开心 好 小六诧异地抬头 不太能相信地问 你答应了 景点了下头 我承诺过 会听你的话 小六想着 看来刺杀萦 只是防风异应的意思 景对防风异应的行动 一无所知 这么大的决定 防风异应 却没有告诉景 小六心里冒出几句话 想提心景 可想到防风异应 是景的未婚妻 他在景面前说 人家的是非 显得很卑劣 小六识不屑为之 于是把话都吞了回去 小六再次想抽手 景仍是握着不放 静夜走进来 看到景握着小六的手 脚下亮枪了一下 差点把手里的玉盒摔了 他吻着心神 把玉盒交给小六 盒子里装了两串冰晶做的风铃 这些晶片都经过特殊加工 寒气已经大大减弱 怕公子有别的用处 所以奴婢还放了两块冰晶 如果灵力不够 千万不要用手直接去拿 可会把手指头冻掉的 小六正脱了景的手 拿过玉盒 对景夜说 谢谢你 静夜嘟着嘴 满脸的不高兴 瞪着小六 好似在说 东西拿了 就赶紧离开 别再骚扰我家公子 好似买的不高兴 好似买的不高兴